很多人都会问 我离佛近不近 修密圣的时候 我跟上师近不近 跟上师有没有相应 一样的意思 家里设佛堂 佛祖有没有来做 佛祖没有来做 佛堂上是不是鬼来做 魔来做 你看到这一章 你就了解了 佛言 佛子离无数千里 佛陀开示 有一些佛弟子 离开我数千里那么远 不能跟随佛陀在侧 佛弟子离佛陀很远 但是怎么样 意念遵守 我传授教导的戒律 叫意念无戒 这些佛弟子虽然离我很远 都意念 我都不敢忘 什么叫意念呢 守五戒的人 他就是说了 进行受菩萨生 进行受不偷盗 对不对 还会送戒吗 我们会跟我一个月念一次 你守戒的人怎么样 你要常常念诵 送戒有功德 菩萨戒的人也一样 归宜戒的人也一样 要常常念 不是说这个意念 不是叫你常常念诵而已 就是常常要把它牢记在心 不敢或忘 这意念无戒 意念 它有一个最重要的特质 就是它要遵守 你只有会送戒 你不持戒有什么用呢 对不对 都没要修改 只问你说 你都没修改 你怎么知道有问有什么 有五戒 菩萨生不得到不信 以后就不妄语 你有修也没 这听也没 或者有人受戒以后 就去破戒 做这种事 非常不成熟 你如果守不到 对不对 守不到 这就是菩萨随顺众生 你现在不守戒 你现在不怕因果报应 那是你的业力烦恼 给你引导的 给你牵引的 你可以不要来受戒 你可以尽量学 时机成熟再来受戒 受戒就是你跟传戒的法师讲 尽行受不杀生 而今能持否 能持 你已经去做了这样的一个动作 你再给他违反了 你问题大了 你说有没有报应 那绝对有报应 这不能开玩笑 所以心智成熟的人 对自己生命负责的人 就是我觉得我应该要守戒的 我杀生很多 年纪也大了 杀生下去对我不好 我决定不要杀生了 我应该来守戒 我发自内心 我这样来守戒 要成熟一点 做不到的每一个 我也不杀生 我也不得到 我也不邪淫 结果通通都做不到 你看看 这还不成熟 所以你看到意念无戒 必得到国 这样的佛弟子 虽然没有跟随在佛陀旁边 但是他意念遵守佛陀的戒律 他一定能够什么 正到国位 正佛道的国位 必得到国 再无左右 意思就是说 如果这个佛弟子 常常在我左右 在佛的左右 虽常见我 每天都看到我 常常看到我 不顺无戒 他没有随顺 遵守我的戒律跟教诲 不顺无戒 佛陀传的戒律 种种的开示 教诲 他根本不随顺 根本不遵守 他就是忤逆 违背 犯戒的就是逆佛 这逆佛教戒 破戒的就是违背 佛的教戒 所以你说你破戒 对啊 好像一副稀松平常的样子 你麻烦大了 你违背的不是市长 不是国防部长 不是总统 也不是欲望大帝 你违背的是佛 你问题大了 这有什么了不起吗 犯戒的人 他被这个邪引磨倒了 昧了良心 他不知道这问题 后果有多严重 你什么不好违背 你去违背佛 你去犯弗戒 就相当麻烦 必有古报 所以说你看 虽常见无不顺无界 虽然常常看到我 跟我们现在世间 没有办法见到佛 他本身的化身 对不对 见到佛的 视线的佛像 法器 这都是释迦牟尼佛的化线 对不对 虽然你每天早晚 家里也设佛堂 也常常来佛堂拜佛 看到佛经 意思一样的 虽常见无 不顺无界 终不得到 你没有遵守 随顺佛陀的戒律和教诲 你得到 终不得到 终于你修行 不会成功 这个就是这样的意思 所以很多人 他论远近 我离佛近不近 修金刚圣的人 我离上师近不近 那记好 心近则近 心远则远 你的心离佛近 就是近 你的心离上师近 就是近 心离佛远 那就是远 你看这个 善行比丘 成事佛陀 二十五年 落得最后怎么样 清静外道 退时到心 毁谤佛陀生团 堕入恶道 是不是 他离佛这么近 他根本不恭敬 不相信 不相信佛陀 那这也有什么用 我们学佛修行 不能以行机 论远近 上师你看 那个同修 我常常很亲近 你跟在你旁边 学佛修行 五年了 但是那个人脾气很坏 这哪一条佛经讲 这个人跟在上师旁边 学佛修行 他脾气就会很好 哪一条佛经讲 他能够跟在上师旁边 学佛修行 就是他有这个福德因缘 他有这个福德因缘 当然附带的可能 他方便他对治自己的习气毛病 修身养性很好 很方便 很多优势 但是他也可能完全不修这一条的 他只是有这个善因缘而已 你说上师这个人 跟你旁边学佛修行 已经这么多年了 他怎么这个经典都不通达呀 谁规定跟在上师旁边 他经典就通达的 他跟在上师旁边 他从来也不问经典的问题 回家也不用工 那经典怎么会通达呢 你说上师你都在度人 这个人跟你学佛这么多年 他都不会度人啊 与此类推啊 对不对 他自己都不下功夫 自己不发心 他为什么会度人 所以不以行机论远近 心近则近 心远则远 一个呢 有人他听这个光碟 佛法漫谈 或者这个佛经的开示 或者在国外 或者在外现实 或者他常年不能来共修 他听到光碟里面 我讲了什么道理 讲了这个 这个佛说四十二章经 佛一教经道理 我说他有的时候比我还熟啊 他好不容易遇到 上师我请问你一个问题 你在这个佛说四十二章经 佛一教经哪一段 讲到什么问题 我说我都有点忘记了 我有这么说吗 他说对你有举一个这样的例子 你听得还真仔细啊 他距离很远 他的行迹离上师很远 但他的心很近 上师讲到那里 他就修到那里 所以你看这个 以前有两个比丘 他们约好要行脚 见佛 求见佛陀 然后经过一个地方 很渴 看到有水 然后他们就 其中一个比丘 把这个水摇起来就要喝 你这个菩萨戒里面怎么样 不用滤水袋犯戒 对不对 另一个比丘说 这个水里面 你怎么不用滤水袋呢 佛陀教戒啊 我们喝水 出家人 这守戒的人 喝水要用滤水袋 用滤水袋有两个用意啊 第一个就卫生 对不对 你要喝到很多的虫啊 细菌啊 那一定有生病啊 第二个 你把这些虫滤掉了 你喝下去 你等于没有杀他们嘛 没有杀生的过患嘛 他说没有 我没有滤水袋啊 而且 现在也没有别人 这时候我们快要渴死了 他就喝了 呼吸里呼噜就喝了 那第一个比丘 他坚持我不喝 他说你不喝你会渴死了 你先活下去等见到佛 再说再去忏悔 在干什么 他说不行 我 您牺牲生命 不犯佛界 没很多久 这个坚持的比就 我们现在眼光觉得 他很固执 对不对 他就渴死了 渴死了当天 他的神势 就上升到道立天 佛陀就在等他 朝礼佛陀 问了很多多年 学佛修行解不开的问题 佛陀加许他 让他当下得到法眼镜 就是证悟 真理 然后不再退心 那另外一个比丘 他继续行脚 好不容易千心万物 他也见到佛陀了 佛陀就跟他讲了 故意问他 此行辛苦了 可有人跟你相伴而来 他说有 有一个比丘 因为没有用绿水带 坚持不喝水 所以渴死了 他说那个人 早就见到我 跟我在学习了 跟我在修行了 你现在见到我 也等于没有见到我 为什么 不顺无界 终不得到 你不随顺遵守佛陀的教界 这个人前人后始终如此 守戒不是做给人家看 做一个形象的 你人前人后 有没有这样 那是为自己的 慧命而修的 那是为自己的 我 不得到我 我 不得到我 不得到我 不得到我